踩踏红地毯 挡踏车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英国之行又出小插曲 因为一只猫 据今日俄罗斯4日报道 这只猫就是住在唐宁街10号英国首相府的首席部署官拉里 这指名为拉里的公猫自2011年2月15日起就在唐宁街10号担任首席部 署官 报道称 4日当天 拉里踩了为特朗普准备的红地毯 还趴到特朗普的专车下 阻碍了车的移动 司机一直等到他离开才发动引擎将车开走 据RT描述 拉里昂首阔部的在为特朗普准备的红毯上行走 红毯漫步之后 拉里又在唐宁街的窗台上小睡了一会儿 然后拉里回到首相府前门 在特朗普夫妇抵达唐宁街10号时 拉里还坐在窗台上观看欢迎仪式 不仅如此 RT说 在特朗普与英国首相特雷沙梅会面时 淘气的拉里还试图钻进停在唐宁街10号外面的特朗普的专车 后来 他在车下闭目养神休息了一会 而司机则等到拉里从车底钻出来后才把车开走 拉里的一举一动在网上引起热议 有人觉得唐宁街10号是拉里的家 他的地盘就该由他坐住 也有人打去 拉里可能会在车内坐上拉便便 还有网友调侃 特朗普可能欠他钱 目前 特朗普正在对英国进行为期三天的果实访问 当地时间5日 特朗普将访问普茨茅斯 庆祝诺曼底登陆75周年 随后 他将飞往爱尔兰乡农 会见爱尔兰总理利奥瓦拉德卡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 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 谢谢